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从小我的妈妈就跟我说 你老爸那贪的钱我哪有收起来 那个盐平北路啊 那个好几栋连排的那个房子我们都买得下来 所以你就知道我爸爸是很会赚钱 但是比较可惜就是不太有家庭责任感 所有的家计都落在我妈妈身上 那我跟爸爸相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小时候他跟我妈妈常常吵架甚至打架 那因为那时候我很小我跟弟弟还很小 我们不太会分辨是非 我们只觉得好像都妈妈比较啰嗦 后来慢慢长大才知道说 如果一个女人遇到了一个完全没有责任感 然后一个女人要负担全家九个人的生气 那真的实在是太伟大 所以当他又开口要借八万 这是四十几年前的八万 那个时候其实家境已经让我扛得非常辛苦 是真的没有 那我就跟他说我没有 这一次我没有 那我没有想到两天之后呢 他就自杀了 自杀呢他写的遗书是祝福他每个孩子 但是是愿我跟我妈妈 他觉得我比较孝顺妈妈 那其实因为我刚才提过 因为延误妈妈实在是有够辛苦 所以我的确赚的钱是交给妈妈 但是爸爸需要的也都不缺 可是他就是这样认定 那很遗憾 那可能也是跟爸爸的这个互动 让我发现人生但求无憾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他离开了 其实所有的亲人都知道我是非常孝顺顾家的 真的是最后一口面包都是留给家人吃的 我也扪心自问 我已经做到当时可以做到的 所以也造成了我日后变成家人有困难 妈妈有什么要求 可以做的也做 做不到的也在做 所以其实就是也陷入一个余孝 过去投资了那么多 在自己身上 其实很惭愧 严格的说是因为我已经一无所有 我唯一能够东山再起的就是我脑袋里无形的资产 因为我在1990年开始我一直大量的上课 很多的不同的学习我都很热爱 当火灾又烧掉我300多平的办公室 那时候负债已经达1亿 然后债也借不到了 因为不该借的地方你也借了 那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应该把我怎么穿越困难 我站在火场之下 我并没有气馁 而是在想我明天要怎么转型 所以我是很少见的一月之间转型的人 那很多人都说你怎么有办法去演讲 其实是因为我在2001年才发生大火一亿的负债 但我在1990年就开始大量学习 换句话说我是学了11年之后才发生了这些灾难 所以那些东西我压根没有想到说 它有一天会成为我救命的恩典 所以我常常告诉很多人 你一定要把钱放在自己的身上 因为投资我们自己才是最安全的理财 我这30年来 大概花在我头脑的钱超过2000万 2000万也许一般人会觉得 哎呀吓死人了那么多 但是除以30年是一年几十万 可是我因为这样而回收的倍数是很吓人的 因为这样我才能够还掉一亿的债 还能养家还能照顾员工 大家不要怕花钱 你把钱花对了是很重要的 我记得在1996年的时候 我上过一个课三天40万台币 你记得是1996年的40万不是现在的40万 但是呢为什么我的生命还是遇到那么大的困难 我发现是因为每个人的地基不一样 你不能只是学外在 因为每个人的起点不同 所以我才开始去看我的内在发生了什么问题 真正能够打稳基础 后来不管再有考验 我都觉得我可以平安度过 是因为我往内看了 我们都要学习 我比较赞成 你要从打地基的课先学 地基稳了 我们再来盖高楼 那我们现代人就相反 你只要说 可以让你赚多少钱 报名的人一定比较多 教你成功学的 一定债贵的学费都有人花 然后教你学内在 怎么要去看自己 你都会觉得学那个干什么 那个能当饭吃吗 其实它不能当饭吃 但是它可以让你人生避免走很多的冤枉路 不要有悲剧发生 它其实比赚钱更重要 我正式的第一场演讲是在2001年 就是5月12号东科大火烧掉之后的没几天 我是在保险通讯处 那主题就叫做生命其实可以重来 这一句话是我站在戏子东科大火楼下 当我看着火在烧 我心里是在想 啊 没关系 最差也不过这样 不可能再差了 所以生命其实可以重来 我是这样安慰自己 所以最后我就把这一句话 鼓励自己的话变成了 写一本书 然后变成了一个课程 那也是这个课程 让我花了17年慢慢的把债务还掉 很奥妙哦 就是你怎么跌倒的 那只要你能够把我为什么跌倒的原因在哪里找出来 我们都是可以翻身的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还是被自己吓一跳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般人没办法扛的 我连续9年多 每天要早上3点半起床 但是我很感谢 我居然熬过来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不演讲 还要开课 坦白讲 不可思议 真的 你说两天睡3个钟头 一个礼拜有可能 可是我是9年多 而且那么高压的情况下 在这么高压的9年多里面 我一直觉得自己应该是蛮健康 没有状况的 一直到有一天 我们知道Bun恰恰在几年前 她说她忧郁很久都要吃快乐完 那天我公司 一直被很多的新闻台打电话进来问说 周思杰一定有忧郁症 我要去访问她 结果我才想说 我没有啊 然后我发现我不是没有忧郁症 是没有时间忧郁 这是中间 有一次我到医院去 那刚好在等待 那有一个表格叫我们甜甜看 我就做做问答 做完了我被自己吓一跳 是重度忧郁 我居然这么多年是重度忧郁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 我觉得我很健康 我能吃能睡 从来没有失眠啊一切正常 我后来才发现说 其实应该是有的 只是因为我后来给自己啊 上了很多内在疗愈的课程 我已经在自我整理 而且可能是很小就有 比如说我很小就会重复的去看水龙头 有没有关紧 重复的去看电灯有没有关 我明明知道已经关了 我就是情不至今的要再去看 其实这个都是一种强迫的倾向 也就是我从小就很想当一个孝顺的女儿 出去要当一个得体的人 所以我一直都很压抑自己